大家好,我是何森堡 朋友们,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历史 会发现有一种动物总是在历史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对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政权实在是太过重要 以至于有的时候甚至直接足以扭转历史的走向 在整个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的展厅中 以它的形象为基础的文物贯穿史中 是一种人们自古以来就以各种形式热情赞颂和描绘的动物 这种动物就是马 今天我们在提到马的时候 总觉得马高大威猛 让人联想起速度或者澎湃的动力 重名超跑品牌法拉利的车标上就描绘了一匹骏马 但是如果我们沿着马这个物种的历史一直向前追溯的话 我们会发现并不是一直如此 大概在5800万年前的时候 今天加马的祖先石祖马就已经出现在北美地区了 尽管他是今天加马的祖先 但是如果不具备相关知识的话 人们很难把石祖马的复原形象和今天的加马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马在成年以后 体重动不动就几百公斤 比如说今天英国的纯学马 平均体重能到600公斤 然而他们5800万年前的祖先石祖马 才40厘米高 体格跟小狗差不多大 体重据推测在5到7公斤之间 颠在手里差不多和一个西瓜那么沉 都能直接站在今天人的手上 而且石祖马的脚部结构和今天的加马也完全不同 石祖马前脚为四指 后脚为三指 后来随着演化过程的推进 马的祖先们不仅体型越来越大 而且脚趾也越来越少 到今天就只剩一只了 今天大家看到的那个马蹄子 其实严格来说 在结构上算它的脚趾 这些石祖马的后代们 后来经过白陵海峡 从北美分批 扩散到了欧亚大陆 乃至非洲 逐渐的演化成了马蜀下的各类物种 比如斑马 非洲野驴 还有亚洲野驴等等 所以这些看起来八肝子打不着关系的动物 其实在很久以前有着共同祖先 随着马蜀物种的开枝散叶 其中一只大概在距今6000年前 被人类驯化成了加马 加马的起源地在哪 目前其实还有些争论 有人说 可能是在乌克兰境内 有人说是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 好有人说 其实是在欧洲的伊比利亚半岛等等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加马的训化没有发生在中国 中国在商朝以前的一些遗址中 有出土过一些马骨 但是后来经过鉴定 那都是野马的骨头 我们祖先抓住野马之后就给吃了 也没什么多余的想法 野马和后来人们骑乘拉车时用的加马 不是一个概念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专家坚定认为 驯化的加马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而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 今天有确凿的考古学证据 可以证明存在的加马 在三千多年期的殷墟车马坑里 我去现场看过 那马很显然是被当成祭品摆在坑里的 在祭祀坑里 通常来说是一辆车 配两匹马和一个车夫 而且那些陪葬车夫能看出来是被残库处决的 有的人手指都给砍了下来 有的人两条腿给打折了 人骨和马骨就那么摆在战车旁边 出现在祭祀坑里的马也不太可能是自然死亡 很有可能也是和车夫一样被处决的 马经常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历史中各种文章和诗歌赞颂马和人类之间的感情 这是中国最早的加马 刚一登上历史舞台 就被杀死以后当成祭品献祭了 这说起来实在是太尴尬了 在加马进入中国之后 立即对中国的历史走向造成了直接影响 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 宋朝还是后来的明朝 这些中原政权在和北方民族作战的时候 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当然原因是很多的 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在于马 咱们今天大家觉得 还不就马吗 你上战场之前找一批骑上去不就行了吗 真的不是这样的 正如车分不同的车 马也分不同的马 从工档上来分的话 大概马有四种 驼用马 背东西的 晚用马 拉车的 乘用马 骑乘用了 还有一种是兼用马 就是什么工作都能勉强应付的 从身体素质方面考虑 真正能让骑兵骑着上战场 和人拼命的 必须得是乘用马才行 但是无论多好的品种 一群马里能当乘用马的连一半都不到 北方民族养的马多 基数大 所以乘用马的数量也足够 中原地区一共都没有多少马 再从里边删解出 素质好的当乘用马 实在是难上加难 对于中原地区来说 有马能凑合着骑就不错了 缺马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原王朝 汉朝初年的时候就是最困难的 那时候皇帝出行坐马车 想找到几匹毛色一样的马都找不到 一般官员出行只能坐牛车 就能寒酸到这种程度 咱们继续说乘用马 如果古人看到一匹小马车 体格不错 性格活泼 可以用作乘用马的话 那么在这个小马一岁到两岁时 要给他做绝育手术 摘出稿丸 如果不摘出稿丸的话 公马在成长以后 体内激素水平太高 性情就会极度暴躁 不停指挥 还乱咬人 大家想想 如果在战场上 自己的战马突然不停指挥了 或者说看见对方阵营里有漂亮的母马 自己的坐骑就疯了一样 直接冲到敌军队营里 要跟对方母马交配 那他背上的骑兵死一百次 恐怕都不够了 阉戈过的马 性情温和 听人使唤 在经验丰富的去马人的指导下 这马能听话到什么程度 蒙古人当年训练出的马 在需要的时候 上千匹马在一起 能做到没有一个斯明的 整个马群寂静无声 骑士翻身下马以后不用拉着 这马紧紧的跟在骑兵后边 不会走丢 马作为一种牲畜 能被训练的这么有纪律性 甚至可以说这么有军事素质 实在是太难得了 大家想想 假如你带兵打仗 晚上去偷袭敌营 你还没到人家家门口呢 你这马先斯明起来了 那傻子都知道你来了 你还偷袭个屁啊 或者你下马以后 拉弓射箭的时候 两只手都站上了 等敌人发现你 朝你冲不来的时候 你回头 发现自己的马 早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这不是死定了吗 朋友们 在这我多说一个细节 以后大家又是有兴趣 去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时候 可以特意观察一下 兵马俑里的那些陶马 兵马俑里的那些陶马 大体上分为两种 拉车的马和后背上有鞍的骑乘马 凡是拉车的马 都明显的被阉割过 只有阴京而没有搞完 而骑乘马呢 有的是被阉割过的 有的是没有阉割过的 至于为什么 学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我猜啊 纯粹是猜测 这些马很可能会做一些繁殖工作 与扩充秦帝国马群的数量 咱们言归正传 刚才说 找到一匹骑乘马就很难得了 而且呢 就算是找到了一匹可以乘用的马 也不是万事大吉了 因为马和人一样都是有寿命的 都是有幼年 青年 成年 老年的过程 马的自然寿命 也就30岁 可是一匹马呢 不能都快老死了 还上战场吧 就算他还能跑 在生死游关的战场上 也没有勤兵敢骑他了 通常来说 一匹在战场上的仇用马 18岁的时候就退役了 而马在4岁的时候才成年 身体才算基本发育到位 所以一匹仇用马 真正能给人服役的时间 也就4岁到18岁左右 但是在这儿 我说的可是理想状态 战场上只有很少一部分战马 有机会能活到退役 仇用马不是战死 就是累死了 黑洞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 有一个老师 叫孟古托利 他就曾经详细调研过 战马在战场上的损耗情况 武则天当政时期 女皇想要发兵进攻突厥 当时朝当上有一个大臣 就发言说了 他说他看了一下 这次军事行动的行军距离 和后勤不计情况 以他的经验来看 十匹战马出征 能回来两匹就不错了 清朝时期的时候 新疆地区的战马 在没有战争损耗的情况下 死三分之一都数正常 完全正常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汉武帝时期 魏清霍虚病 北上打击凶毒 汉朝军队里骑兵有十四万 把匈奴一顿横扫 虽然打了一个大胜仗 但是付出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 十四万匹战马出征 就带回来三万匹战马 有的朋友心里一算说 十四减三等于十一 汉朝损失了十亿万匹战马 其实仔细想想 实际情况下 损失战马可能不止十亿万 因为汉军还从匈奴那 抢来好多马回来呢 对吧 在战场上战马损耗 通常是士兵的好几倍 在这么巨量的消耗下 马就成为了古代重要的战略物司 甚至可以说 马匹的数量 直接成为了国家力量的体现 因为足量的马匹 可以保证武装力量 迅速的投送到远方战场 所以北方民族特别重视养马 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 北方民族都是军民一体的 上马为兵 下马为民 骑兵的马都是自备的 国家不管配技 每个人都得自己养马 曾经一度 北方游民族养马太多 以至于不得不发明新的量词 比如说 某人有很多马 都不按照多少匹算 都按照群算 说这人有多少群的马 北魏时期更夸张 有一个酋长的马 实在是太多了 都不能用群来当量词了 发明了一个新的量词 谷 山谷了谷 因为那马实在太多 遍布山谷 他的马得以山谷的谷为伎量单位 说这酋长有八个谷的马 那个酋长有十个谷的马 到了元朝时期 蒙古人养马更夸张 发明了一个新的计算马的方法 就是穿 穿流不息的穿 假如说我有两穿马 这意思说 那两条大河附近的马都是我的 数不过来了 咱们就按河流的数量算吧 所以在后来 形如牲畜特别多的时候 就有一个说法 叫做穿梁古迹 在这么充沛的马屁的供应下 北方民族在战斗时 可以肆意的挥霍处理 当年乘吉思汗和扎姆河打13亿支战的时候 双方总兵力大概在6万左右 但是随军出征的战马得有20多万 后来乘吉思汗吸征的时候更夸张 一个蒙古骑兵配十几匹战马 为了保证战马的体力 这十几匹马轮着骑 在行军的时候 歇马不歇人 而且后来我看到一个细节以后 觉得蒙古骑兵马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种马不仅体力极好 听话可靠 还能在绝境之中充当骑兵的补给 假如说战场情况极度恶劣 后勤部已经崩溃的情况下 蒙古骑兵可以在自己十几匹战马中选一匹 然后想办法 从马的后背吸一点静脉血 这并不会让马多痛苦 但是就这热腾腾的马血 往往就能救活一个骑兵 使他不至于饿死或者渴死 这使得蒙古骑兵在横扫欧洲的时候 续航能力几乎是无限的 欧洲有学者就曾经感慨说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这些蒙古骑士可以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 可以说当年的蒙古人 正是以这种续航能力无限的远程方式 建立了人类历史中面积最为广大的帝国 一直到今天 蒙古帝国的国徽上还描绘了一匹飞翔的骏马 象征着自由和力量 在国家博物馆里 有很多文物被做成了马的形象 其中个别文物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在之后节目中 如果有机会 我会腾住一期的时间来为大家详细讲述 吼笼龙龙龙龙龙龙龙 入人混击 以你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